我的孩子发病没有口语的时候 他不晓得怎么表达 所以他就开始会尖叫 然后会咬 降响是国内首例的男性雷特士症病患 妈妈十多年来全天候的照顾 终于走进了儿子 无法被外界窥视的心门 开始观察降响 真的他有一些像跟我表达的时候 他眼睛停的秒数真的不一样 雷特士症病患几乎亲一色为女性 男性病患极为罕见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致病激转是病患的X染色体上的 NECP2基因发生突变 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 一旦NECP2基因发生突变 无法制造功能性的NECP2蛋白 通常在母体子宫内或是出生不久就死亡 不过极少数具有XXY染色体的男性 就算其中一条X染色体突变 另一条X染色体还能补偿制造NECP2蛋白 因此能存活下来 变成罕见的男性雷特士症患者 相同的道理 女性有两个X染色体 其中一个突变 还有另一个X染色体 可以代为制造NECP2蛋白 这就是女性雷特士症患者 都能存活的原因 雷特士症虽然无法产前筛检 却能从胎儿的血液检测出来 把血分出DNA 把里面的DNA萃取出来 然后上机器去确认看看 有没有NECP2基因这个点突变 如果出来确实有点突变的话 那它就是雷特士症后群 找到NECP2突变基因 大幅降低了以往 雷特士症被误诊机会 病患才能接受正确的治疗 雷特的孩子 他属于神经系统的问题 所以他比较会容易敏感 然后透过不同的音乐 他可以让他得到减敏的效果 长期用音乐治疗陪伴儿子 这七年来 妈妈也是其他身心障碍学员的 舞蹈老师 好来 小高来 给我拍 耶 就像现在啊 你握着他的手的时候 他的手指头不是用力 而且是很放松 对 那这个只有自己这样亲自感受的 你才有可以知道 他今天是在紧张状态 还是在放松享受的状态 在一趟旅行回来之后 我发现他真的长大了 他可以不再依赖只有我的世界 他可以走出我的世界跟世界连结 原来雷特士症孩子也可以拥抱世界 不过当病情恶化到和外界断了连结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从小到大我都以为他是五个月大的婴儿 我就是把他当婴儿再过 妹妹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 在漫长的病痛岁月 主要照顾着爸妈不堪负荷相继离世 爸爸中风猝死 妈妈离癌病逝 照顾重担因而落在姐姐身上 但白天得工作赚钱 于是聘请外籍看护分担 雷特士症长时间我们去看到 我觉得是对病本身 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 复健科跟骨科一起讨论 他们脊柱车丸很厉害 他们的骨质疏松也很厉害 所以需要骨科 还有他们手部需要腹具或者是指甲 那这个是需要复健科 他们也会有便秘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需要儿童残胃可以食